宝贝 你可想死我了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 你说你女扮男装 出去不就行了吗 谁能看出来啊 对不对 我害怕吗 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啊 不可能的 你从小就女扮男装 都嫁亲就赎了 你要不说啊 谁能认得出来 那好 都听你的 刘萱鸣 不管三位以后做了什么事 你都要紧急 无论你多么难以接受 他都是为了你们好 有一天你发现 我不是什么官三妹 我是你最讨厌的 那个叶昭男的时候 那你还会喜欢我吗 倒也未必 本君心里 也深深地习惯着一位成主 你长得像叶昭男 简直如出一辙 难辨真伪 从今天起 你就是沐西城城主 叶昭男 看来这老太监也被警服收买了 连他都没有怀疑 我看你衣装华丽 想来也是官宦子弟 怎可再组言会议 你又死了 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讲话 孤乃 沐西城主 叶昭男 慧柔公主 您就放心了 我亲眼看见那个傻大哥 进了叶昭主的房间了 真的 谢了 柳轩铭 柳轩铭 其实有一件事情 我还是决定要告诉你 我的真正身份 不是什么关三妹 而是 沐西城主 叶昭男 我